怎麼會這樣呢 醫生是這麼說的 醫生真說有可能 但並不是絕對的 世緣啊 這可能性有多大呀 百分之一也是可能啊 百分之幾十幾也是可能啊 這當中的差別很大唷 醫生說 影響很嚴重啊 這可就麻煩了 怎麼會這樣呢 那怎麼辦呢 世緣 爸啊 我不知道 我又不是專家 能生我就生嘛 反正 反正我都因為任命做了心理準備了 遲早都要做復興的啊 哎 別問我呀 我也不是專家 我可不敢表示意見呢 這人命關天是大事哪 好歹也是一條生命啊 生下來是你們趙家骨血啊 你們趙家人自己做決定 存一點 好歹也是一條生命啊 請你們好 eighth 請你們好 請你做主 留下這個孩子 爸 爸 起来起来 哎呀 你这孩子 你在干什么 爸 起来起来 你答应我 替我做主 答应我 爸 亮亮 亮亮 这怎么是我能够做主的呢 这次试渔她妈妈说的没错 这是条命啊 是个大事啊 起来起来 媽,我求你,我求你,我要這個孩子,我要這個孩子 我知道,我知道,爸爸知道,起來,起來,起來 我爸爸在天上,會感激你的 爸爸在天上 你懂不懂規矩呀,手上別壞黑暗呀 人都還在浮喪啊,會在你爸面前直掉眼淚,您這像什麼話呀 就算你無心我們心裡都犯蜘蛛呀 那些人去去去,把你老婆扶起來,去呀 起來,起來,來,來,我不要起來,我不要起來 你這是幹什麼呀,純情詛咒我們呢 好了,不要說了 好了,這樣吧 這幾天,你再去多看幾個醫生去 聽聽其他醫生的意見,也許比較客觀一點 世緣,你這兩天,帶著亮亮再去看幾個醫生去 好,好了吧,起來,起來 謝謝媽 謝謝媽 謝謝我 鍾情 謝謝你 Particip… 謝謝你 謝謝 you 我知道爸爸知道 起来起来起来 我爸爸在庭上会感情 安文啊 你要我怎么做才好 你来一下 you have your organization 是不是 我不管能还知道 这家团故家 但是你们已经成功了 一胎 他又這麼想要個孩子 你說這 我現在什麼話都不敢說了 好啊 誰在 不敢說我都得說的 現在就只有我們兩個人哪 我再不說話呀 你光探棄探一個晚上吧 說實話 我也不贊成他生了 我不是我對他有懲戒哪 不是我對他有懲戒呢 連懷我都讓他懷了 這一次可是一身建議 要他把孩子給拿掉的 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也是不贊成他生的 明明知道有危險 何必要 这话就只有你能说 我们什么都不敢说了 哎呀 你想想 我真生个畸形儿 缺条胳背少鸟腿 也歪嘴鞋的 那生下来呀 不止大人吃苦 小孩可怜呐 你说是不是啊 翩翩亮亮 又那么渴望有个孩子 我看他哭着跪在我面前 我真的是不忍心啊 不忍心啊 我忍心啊 你真为亮亮好 你就劝他把这孩子给拿掉了 天上的汪汉文都会感激你呀 你想想 这孩子万一生下来有毛病的话 那可会拖累亮亮一辈子啊 哎 我说着急 咱们俩吵彼吵呀 闹彼闹 闹闹 闹闹 闹闹闹 這件事情上我可不能再鬧意見了 你不為趙世元想你也得為亮亮想 要是這孩子生下來啊 不斷遺傳的神經病啊又畸形的 我告訴你啊 趙世元的脾氣你是了解的 說不定他到時候就把問題一推扔給亮亮了 好了那我知道 你先去睡吧 把牛奶喝了 早點睡吧 紅燈器也沒用嘛 兒孫子有兒生福 是吧 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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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亮亮 你不能意氣用事啊 既然醫生都已經這麼說了 而且不止一個醫生這麼說 他會很好的 他會是個健康的胎兒 你是一個母親 你想要做一個母親 這個心情爸爸是可以了解的 但是這不能冒險啊 這是一輩子的事 不單是我 我爸爸 小敏 他們在天上都會保佑這個孩子 說不定就是你爸爸他們藉由醫生 來告訴你這個警訊的 我相信你爸爸如果還在世的話 他的看法會和我一樣 他甚至會比我還理智 我爸爸不會這麼狠心 亮亮 你也夠了吧 世緣 你奇怪啦 你那趙世緣是孩子的爸爸呀 你總該聽聽他意見嘛 你不覺得你太自私了嗎 你要保留這個孩子 完全是為了要滿足你自己想當母親的私欲 就算是個私欲吧 他錯了嗎 女人想當母親 女人想當母親 錯了嗎 以為愛一個人 想跟那個人有個萬歲的家 女人才會想當母親 這個女人 她的女人 你真的都很難 你很難 看女人 還要是一個女人 嚴重 小斷 他我梦 你怎麼可以 我 我們 我們 孩子的爺爺 孩子的奶奶 孩子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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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对这个孩子 都抱有一点点的期望 你们 你们忍心就这样杀死他吗 他是赵家的孩子 我 你不需要當個筷子手 也容不下自己的功勞 我說王子亮啊 口口聲聲說什麼殺死他呀 筷子手啊什麼的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最殘忍 漂亮話只能說一詩 你不能抵用一輩子啦 將來孩子生下來要真有什麼問題 你光害他有什麼用啊 他將來長大了 被人家欺負被人歧視 你替他受呀 他要懂事他恨你呀 他怨你一輩子啊 幹嘛生下他 他以為恨他 因為我可以阻止而沒有阻止 到時候我們這些爺爺爸爸奶奶呀 全部脫不了關係 就是我們那眼睜睜看著他生下來受苦 我明白 我明白 我明白你們的意思 我懂了 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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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不愛他 照家自己的孩子 照家不愛 詛咒他 說他一定會不健康 他們根本就不要我生這個孩子嘛 媽 這個孩子不只是我要啊 小米也要啊 小米久久為了他 連命都賠上了 我怎麼可以放棄這個孩子呢 我怎麼可以 小米也不會答應的 他不會答應的 媽媽 我們來投票好不好 你一票 我一票 我一票 爸爸一票 小米一票 我們有四票來 先生 王小姐她是不是也瘋了啊 她一個人在那邊說話說了好久了 王太太根本睡著沒聽的 她一定會站在我這邊的 那我們就有五票啦 那我們就有五票啦 我一定會贏的 媽 我們一定會贏的 我等一下生下最後的孩子 娘娘 你們都wo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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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跟趙世元離婚 既然大家都怕負責 怕脫不了關係 那就不如離婚嗎 這個子 我自己付 我生的孩子我自己養 你...你糊塗 爸 我以為你比趙家的孩子要成熟懂事 結果你更糊塗 更瘋狂 而且自私 我趙靖是一個怕負責的人嗎 你看看我那個家 我那樣的家我都負責了 我從來也沒有丟下一張協議書就走人的 現在你倒好 為了我們不讓你生下一個可能殘疾的孩子 你簽了字就走 這算什麼 我告訴你王子亮 你要跟趙世元離婚 我絕不留你 沒有孩子可以離 有了孩子也可以離 只要孩子是健康的 你帶著孩子走都可以 可是如果你生下一個殘疾不全的孩子 就想跟我們趙家脫離關係 辦不到 我絕不答應 因為你付不起這個責任 你從小到大受的苦還不夠嗎 你自己也說了 小時候送走了父親 瘋了母親 然後又送走弟弟 接下來你要怎麼樣 一個人獨立 去養自己的寡母 養一個不健康的孩子一輩子 我怎麼能讓你付這個責 我要是讓你這樣離開的話 我就不是人 你 你說你沒瘋 可是再這樣下去 我看也差不多了 就算他可能會是個健康的孩子吧 你的情緒已經大大的影響到他的胎教了 他不會快樂 他會是你的一個包袱 一輩子的包袱 爸 不要他 我愛他 我愛這人孩子 為什麼你們都聽不懂呢 拿掉他